今天来填一下地面的缝隙 这一间一共是八百多块钱 也没有多贵 像我们这个就是做了一千多一点 这个就是先贴了层面 然后再贴地面 这样就做得比较快一点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 这个你们这样子看 能看得出它跟你们所谓的那个墙压地 有没有什么区别 能不能看得出来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 像这一间那个卫生间来说 我是做了一天半这样子 也就是墙面做了一天 这个地面做了两个多小时 就算半天了 如果我们先把这个地面都给贴好 然后再贴墙壁的话 就是大家所谓的那个墙压地 要全部一圈都把那个砖 全部都给割好的话 我相信大家可能都要做三天这样子 如果大家做三天 你觉得一天赚两百多块钱一点 划不划算 这是很不划算的 而且没有什么意义 像我们这个效果 跟你们所谓的那个墙压地 也没有什么区别 我之所以跟大家说这个问题 就是希望各位老铁 有些事情不要去升弯硬套 像外面平的那些墙压地是非常正确 但是像放坡的那些墙压地 就是显然有点多余了 反正就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大家觉得我这个效果怎么样 可以在我视频下方发表你们的评论